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次我們又去東京了 今次這條影片其實是一條在東京的Food Diary 主要就是介紹一下我在東京吃了什麼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就立即開始了 第一天下機因為都比較晚 所以在酒店出來其實都要10點多11點多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間24小時營業的一間拉麵店 來到才知道原來它在這條叫做新宿黃金街裡面 其實這條新宿黃金街是超和時代流傳至今的一條居酒屋街 所以我們當天星期五來到也很多人在這裡排拉麵店 很多酒吧等等 我們10點多來到這間拉麵店的後巷也是非常多人在排隊 因為它拉麵店其實裡面比較小的 只有10個位左右 但是因為它裡面也不算坐得很舒服 所以大家都是吃完拉麵之後就走了 我們其實大概排了15分鐘左右就可以吃了 這次我們是吃這個煮乾拉麵店叫做優 那煮乾拉麵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煮乾拉麵就是魚湯拉麵的意思 其實它是由20種以上的魚乾所熬出來的湯底來的 我自己就覺得它的魚湯拉麵其實就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經驗的 但是我自己也蠻喜歡它這碗拉麵 是有兩種口感的拉麵 第一種就是普通的粗拉麵 第二種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就是它這個比較扁身闊身 好像河粉的拉麵 那我自己覺得這一種拉麵是比較掛湯一點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叉燒是加分的 因為它切得有厚度可以是非常之軟的 如果大家吃吃吃覺得有點膩的話 就可以加少許這個他們醃製的小魚乾醋 吃下去就會沒那麼膩了 好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鐘 因為這間燒肉 他們說是東京第一的燒肉 我就想購買 這間是分店來的 也是在雅長谷站那裡的 因為它今天是四月六 而且基本上就算是weekday都已經是爆飯了 今天是三點鐘才可以吃飯 所以很期待 我們是專吃九州和飯的燒肉 網上訂位的時候已經是預訂了餐了 所以我們來到是月泉仔order的植物order來喝就可以了 我們等一下就給大家看看我們這次order做些什麼 那我就不逐一介紹每一份牛 但是overall它這一間燒肉店 真的是我自己人生裡面吃過 真的數一數二好吃的燒肉店 它每一個選出來的牛的部位 都是做得很好吃的 而且其實全程燒肉都不需要自己去燒牛肉的 它就有專人去幫你燒完牛肉 然後就serve給你吃的 今天都很清楚就介紹哪一款牛點 是哪一款醬汁去吃的 不知道大家吃燒肉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看到一些很肥的牛肉會怕了呢 就好像這塊雙鋼的和牛薄片 它一來到的時候我都有點怕怕的 因為怕它燒完之後很肥膩很油 那當它燒完之後就建議我們 就配上這個醃製了的蘿蔔一起去吃的時候 嘩 結果真的一點都不漏得來 是非常好吃的 那塊牛薄片是很軟很juicy的 它真的沒有肥膩感 sushi style 它說要夾著下面這些東西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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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因為我們是兩個女生 而且我們這兩個女生都不算非常大吃 所以其實到最後 它就開始來很多飯 和這個炸牛肉的三文治 開始就已經吃到好像有點飽了 但是我想說它這個A5和牛 再配上這個海膽和白飯來吃 就算多飽都真的覺得很好吃 這份炸牛肉三文治在他們餐廳是非常成立場的 因此很多人其實都為了這份三文治而來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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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也很好吃 最後因為真的很飽的關係 它這個手起燒原本是有配飯的 但是最後它是給了一口仔飯 所以它是很難買在牛肉下面 嘩 謝謝 嘩 第二天的早上11點 我們就去排這間叫做阿富里阿富里的一間拉麵店 其實香港已經有分店了 你看到首1點多的時候 已經是相當多人排隊了 可以看到其實這間餐廳也是相當有名的 除了遊客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當地人來吃拉麵的 這間拉麵店其實是主打它的柚子湯底 如果喜歡吃柚子拉麵 其實這間也可以來試試 我們分別點了一個柚子的煎麵 還有一個柚子鹽的拉麵 真的充滿柚子的香味 又不會太鹹 而且湯也不會太濃 所以我覺得這個柚子煎麵 相對上是比較清新一點 我覺得女生會比較喜歡這間拉麵店 而我的朋友就點了這個柚子鹽的拉麵 其實他就選了這個蒟蒻麵 蒟蒻麵 蒟蒻麵吃起來的感覺就沒那麼膩 而且口感上會比較清爽 晚上我們去了六本木 這間叫拳白居酒屋 其實香港也有拳白居酒屋 在開始介紹之前 我給大家看看 為什麼我們會選這間拳白居酒屋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QBILL 其實這間餐廳就是QBILL一個很適合在一間居酒屋裡打架的場景 所以很多外國人都是因為這套戲而朝聖這間居酒屋 大家看到這間居酒屋的氣氛 是不是真的超級棒呢 其實我們來這間居酒屋的原因 是因為看到它這個氣氛是相當熱鬧 其實它的面積是非常大 有兩層金高 我們去到的時候 剛巧就有這個打鼓的表演 看到人們其實都一邊吃飯一邊喝酒 一邊看表演是相當開心的 不過這間餐廳除了它的氣氛之外 認真 其實我覺得食物真的非常一般 而餐牌上某些主食是因為做不及而不讓我們叫 還有如果你有朋友或者另一本生日的話 記得帶他們來這裡慶祝生日 因為是會全世界都跟你唱生日歌的 我們剛剛吃完這個拳白之後 還有這個Family Mark 看到這個抹茶的Mochi 試試好不好吃 有四顆的一包 裡面 很濃的抹茶味 嗯 但它不是冰淇淋 裡面是抹茶用 不錯 但我覺得 還有呢 也想分享一下我在Seven 看到這個士多啤梨三文治 很吸引 就買了來試試 其實比我想像中 是好吃的 因為其實它士多啤梨 也不算是太小粒 蝦的那種 包又長得很軟 很軟 而且又不會太厚 所以我覺得這個三文治 真的不過不失 之後一站我們就來到 我自己都很期待的這間甜品店 就是在表燦道叫做Galikido 跟日本人的說法 的這間 食圓形髮式千層騷的一個甜品店 相信很多人在IG的views 或者一些照片都已經見過 現在在東京很出名的一間甜品店 有一天weekend 我們其實就三四點去那裡排隊 蛇餅打到不知道尾巴在哪裡 那裡起碼要排整個幾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就決定一大早它開門 結果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連午餐都沒有吃 就先去吃甜品 還沒走進去 其實已經是聞到很香很香的牛油味 我們就選了它最色彩的味道 就是士多啤梨味 你也可以在菜單上選擇 一半的味道 就可以試完兩種口味 雖然價錢也比較貴 差不多要港幣70元一個 但是因為它其實也挺大的 所以你也可以跟朋友分享也可以 我自己吃完是真的覺得這個千層酥 是真的值得再回來再吃 其實我覺得它的感覺好像拿破崙蛋糕 不過就做了一層這樣 加上它的千層酥是即烤即早 而且它面上是有一層糖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就有一種很脆的感覺 而且它裡面的料真的給得很足 你看到真的有很多很多士多啤梨 所以我覺得真的吃下去有種幸福的味道 如果大家來東京的話 記得來試這個圓形的法式千層酥 最後一天的下午 原本我們是找了一間烏冬店 但誰知道原來它那天是沒有開門的 我們在標杉道走的時候 就在一條小街 就看到很多人在排這間餃子店 於是我就覺得 都可以試一下餃子 因為我們來到這麼多餐 都沒有試過吃日本的餃子 它的名字就叫做原宿餃子樓 價錢上無論是小食和餃子 都是非常便宜的 六隻都只是港幣20元而已 另外我們就點了這個青瓜和淡淡豆腐的小食 我想說這個豆腐出奇地是超級好吃 它的豆腐是超滑的 還有它上面有些肉醬 混在一起吃又真的挺好吃的 雖然它是煎餃子 但是它一點都不乾 而且咬開它的肉汁是非常之多的 吃完餃子店走過一點就會看到這間 叫做The Little Bakery Tokyo的一間餐廳 其實大部份的人都是排隊去買它的豆腐 如果你有看他們instagram 他們豆腐的賣相是非常可愛的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杯咖啡和豆腐來吃 它的裝修是挺特別的 是一個美式復古的風格 不過你說它的豆腐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呢 我自己就覺得真的是一般了 今次我們這個東京的美食之旅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影片 可以給點支持我 like這個影片和comment 還可以subscribe我的channel 因為之後我們會有更多旅遊的片段 再upload給大家看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吧 byebye